現在就要開始了 各位在山上和在現場的觀眾聽眾 大家好 我們很高興今天還在臺灣建國證明 制限國際山上現土會 這次是在日空日月月月月日月 在西暖九點 臺灣的時間 我們是在山上高興 今天元土會是第55次的演講 我們的長期是結合臺灣海來河 有心想要推動臺灣 爭凶承證明制限建國這頓行 提出方法操作禁止這頓行 我們常常搖擒有理念的前輩和信仰 來加上我們的討論領域 今天我們很高興 第一 因為我們邀請到林營夢 台北市市議員 林營夢是1983年出席在台中市 國立青華大學人文社會市學校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實施 2016年為林昌佐國會辦公室主任 2020年代表時代力量動選台北地域選區市議員 關注外交專行政議 人權同分頂頂頂很多議題 2020年8月15日 退出時代力量 同一年有很多年輕人朋友的政治人物 造成2046年 2046台灣 最近因為有解雇助理和扎領補助會 打賤道不關的選舉 我們目的是 林營夢議員 現在由五黨級身份參與 blocked el Crow 今天要講的題目是科政台北失敗的轉型爭議 時間有2.5分,但如果時間可以,可以再說更長 英國之後,留在山上參加的行為,如果有評論,請盈孟小姐在最後改動做一個綜合的回覆 現在就請你開始 謝謝 感謝,但是在我的演講開始之前,我要先解釋一下助理的問題 因為我退黨之後,其實助理他們是時代力量的黨籍 所以說兩個就開始有點不和 大家前輩都認識時代力量,也認識我們這些退黨 所以說我也不好意思是講他們怎麼樣 但那時候確實是不和的一個情況 涉及到他有偽造我的名義去做的一些事情 那些都才要進入法院啦 所以說我還是會進入法院,然期會討論有關於這位助理對我做的這些 這個偽造簽名以致於導致這個莫名其妙變成是我炸零助理費的這個情況 所以這個最後還是會去法庭上面去辯論啦 那這些我都有相關的證據 那這些我都有相關的證據 因為我是公眾人物啦 然後那時候他不是 所以確實我在媒體上面是比較吃虧 而且包含當時檢調對我是非常不公正的 就是他只憑了單方面的證據 對方提供單方面的證據就開始大動作的對我偵查 然後最後這個檢察官他在五月的時候呢用我的案子去升官 然後七月的時候升官失敗 所以說這個都我覺得是有很多政治性在這裡面 然後也希望各位前輩了解一下 因為我就沒有什麼機會來跟大家解釋這件事情 所以說藉此機會 剛好就是那個招亮前輩有講到這件事情 我就跟大家講一下 那不管這件事情怎麼我相信我是無罪的 最後應該司法還是會判我無罪啦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這個涉及到對方一直用我名義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不能是算在我的頭上 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說就差不多這樣 那我其實在這個過程之中還是處理了非常多的市政 主要就是我關心台北的外交 就是城市外交跟轉型正義 那為什麼要講轉型正義 就是因為我覺得台灣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始終不是台灣自己的 就是包含我們在講歷史的時候 不是台灣為主體的 所以轉型正義很重要的是說 我覺得不只是做國內的這個所謂的就是我們把歷史可以更加的真相揭露之外 我們怎麼樣對待其他的國家 然後我們要怎麼展現我們自由民主的這個價值 給其他國家去開拓台灣的這個國際空間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在這個科文哲任內我覺得 他有蠻大的問題 他有蠻大的問題 柯文哲一直會去講說 不管他是面對轉型正義或者是國際外交 或者是說我們的這個民房 就是台北的這個地方民房的系統 他常常都會講兩個字就是務實 他講的務實兩個字 但是我認為他講的務實是在扭曲 所謂的務實的這個意思 我就先講主要是外交 跟大家報告 就是在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 2005年的社會科學期刊 其實就有研究 這個所謂的城市外交到底是什麼東西 給大家報告一下 稍微講一下這個論文 所謂的這個務實外交 其實是從陳水扁那時候 陳水扁市長創立的一個名詞 為什麼要講務實外交 城市外交 就是因為台灣在國際裡面 是完全是一個被中國打壓的一個狀況 我們沒有辦法透過正式的國與國之間的管道 然後跟表態 然後去讓國際有正常的交流 所以在陳水扁當市長的時候 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就創立了城市外交 務實外交的這個狀態 他就是想要透過城市外交 跟不同國家之間 利用一些比較 比方說就是經貿啊什麼樣的方式 然後去打開那個國際空間 讓台灣有更多不同的方式 去跟友邦還有跟非友邦的國家 建立實質的交流 然後進而參加國際的組織 開拓台灣在國際上的空間 所以城市外交是這個樣子的起源 這個是寫在陳水扁市長在1994年的 實證報告的報告書裡面的 所以也就是說在台北市 因為是首都 所以台北市有這樣的一個戰略位置 其實這個戰略位置從李登輝總統時代 就是一直有開始開啟 然後到陳水扁時代的時候 就是有把它把它定義出來 所以所謂的城市外交 要務實 其實講的是我們要務實的去把台灣的國際空間去打開 不是只是務實的跟中國講話就好 不是這個樣子 不是柯文哲講的那個樣子 那在柯文哲任內他一直講務實 但是其實我認為他並沒有去開拓 邦交與非邦交國的實質關係 主要是政治的關係 以及開拓國際空間的這樣的功能 他是完全沒有的 我就講一個我最簡單的 我在2019年的時候就是我剛上任 那時候我剛當上議員 那時候我們還記得布拉格市長 他是對我們台灣是非常地友善的一個市長 布拉格市長 那他那時候就是跟北京去界 就是有一些衝突 那他有對媒體就是發表他的演說 他就說他希望可以跟台灣建立更深厚的關係 他希望跟台北市變成姐妹市 他有做這樣的一個 當時當然北京就是抓狗嘛 就覺得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啊 這樣子 這是違反什麼一中原則什麼東西的 那在那個時候其實我就看到了這個市長 對我們台北台灣是這麼的友善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就認為說布拉格是一個我們要戰略上 可以建立姐妹市關係的一個城市 因為他會在國際上面繼續幫台灣講話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多交朋友嘛 結果我就跟柯文哲講了這件事情 那時候我去 第一個我是先跟秘書處講這件事情 第二個是我在市長質詢的時候 我問他這件事情 但是柯文哲的態度其實都很保守 他就會說這個還沒想到啦 就是還沒啦這樣子 要嗎這樣子 就是他沒有這個樣子的想法 後來我為了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就去找 然後我要求就是說市府要跟我開便當會 就柯文哲還有一個制度 叫做中午開便當會 就是市議員可以去要求 然後去找他 然後現場開便當會的有他 然後秘書處的這些秘書長啊 然後各個這個各個局處長這樣子 都在這裡面 那那一場我就特別在跟他們說 跟市長說說你一定要去跟他弟姐姐妹 是因為人家已經希望這樣做 所以我們台北市不能在那邊 就是毫無作為 因為這件事情對台灣是很重要的 然後柯文哲當時給我回一句話 我真的是至今 我覺得至今 我還是覺得這很離譜啊 他的回應 大家知道他回什麼嗎 他跟我講說 他說這樣子會惹中共生氣 所以我聽到想說你 我都跟他說我都說不會惹 不會惹中共生氣 因為我們是要跟 我們是要跟布拉格市長 成立姐妹是我們又跟中國什麼關係了 奇怪了 就是你不用怕這種事情啊 對然後他就說啊不能惹他生氣啊 這樣子就很麻煩 反正就講一大堆微博了 我就覺得說 這個人大概是不知道哪裡出個問題這樣子 為什麼那麼怕中國 而且我們今天不是在真跟中國挑釁 我們是只是想要跟別人當朋友 我們跟別的城市成為姐妹是 這到底哪裡有什麼不對的事情 這就是一個正常國家 我們台灣本來就可以做這樣的交流 尤其是台北市本來就一直以來 歷史上都可以跟任何城市變成姐妹是 這到底有什麼問題 所以在那次的狀態我就覺得他 呃態度是不知道是害怕哪一點中國什麼事情 但在我的要求之下我就說 我就跟那個秘書處講說 我覺得這件事情你們一定要做啦 就是這沒有什麼好不做的事情 所以最後秘書處他們說他們還是會去遞見 就是把那個姐妹是遞給那個布拉格市 那最後當然布拉格市就很開心啊 我們要跟台北市建立姐妹室了 所以最後布拉格市長就有同意 那最後當然台北市跟布拉格是有變成姐妹室的 這件事情後來柯文哲還拿來大肆宣揚 然後其實我看到他這樣子的態度的時候 我就心中心想說 你就是 你真的是一個看 就是柯文哲是一個看風向的人 那時候我們台北跟布拉格建立姐妹室之後 他看到風向是正向的 就是很多人覺得這件事情很讚 所以柯文哲就整個大勢宣揚之外 然後還就是帥團一大堆人 然後去的布拉格 搞得很大 那一次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新聞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從這個過程就知道他 就我就開始檢查 就是他到底 所謂的外交 城市外交到底在 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其他的尤其是他引以為傲的雙城論壇 到底是什麼狀態 到底實質上做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他這種態度就一定會有問題 所以接下來我就講一下雙城論壇 在我調查的過程之中 因為雙城論壇其實是郝龍斌政策延續下來的 那雙城論壇它的意義 我不知道有什麼意義 因為如果以這個城市外交 城市外面時代下來的城市外交的話 照理說要開拓國際空間 應該要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或者是可以藉此雙城論壇加入國際組織啊等等 這個都是 雙城 這都是城市外交要做到的 但是我認為雙城論壇其實並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是因為雙城論壇的這個 中國上海跟台北 台灣台北這個 兩方面其實我認為中國並不認為 他交往的城市是台灣台北啊 我認為他講的 他是以這個中國區與區之間在做雙城論壇 以上海的立場來說 他就是中國的某個台灣省的某個台北市 跟中國的這個上海市之間的區與區之間的城市交流 是這樣的一個立場在跟台北在做開會的 所以他們往往在講話的時候就會一直去講 比方說九二共識 比方說我們要融合 我們是兩岸一家 大家都是一起的 我們未來要中國 中華文化什麼中國復興啊等等 上海就會一直這樣講 那這個是在政治上面的語言 我會覺得柯文哲讓這個城市論壇 去掩割了他重要的這個開拓國際空間的這樣的一個意義 他反而是壓縮 壓縮台灣的國際空間 因為一旦中國一直去宣揚 他們常會拿著雙城論壇去宣揚說 你看就是台灣人其實跟中國是很好的 而且我們是很歡迎的 而且我們是以這個偉大復興的這個目標是一致的 中國會一直去在他的媒體上面去做這樣大外宣 那他做這樣大外宣的時候 就會相對的去壓縮到台灣的國際空間 因為世界上就會知道 原來就是我們台灣的台北市是首都 竟然是認同中國這樣子一個中國的原則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這樣的一個想法 儘管柯文哲在雙城論壇 並沒有提到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但是他有提過九二公司 或說他提過統戰污名化什麼 這都他講過的事情 所以這東西其實都會成為中國的一個養分 就是去推銷他自己的一個中國原則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這樣的一個架構框架 然後去對全世界說 所以我認為雙城論壇 就是在壓縮台灣的國際空間 並沒有開拓台灣的國際空間 這是非常很明確的事情 再來是雙城論壇的實質內容 我認為有幫中國在做統戰 我先不論就是柯文哲的主觀意思上面 到底有沒有 但是實際上客觀的行為 客觀的所簽署的MOU裡面 確實就是幫助了中國做了統戰 有這樣的一個實質效果 那我講的就是主要大概兩個部分 第一個MOU是關於教育的部分 大家都以為我們做跟中國做教育 好像也沒什麼牽扯到什麼政治 應該沒有吧 因為柯文哲常常都這樣對外去講 但是我在調查MOU的時候 就發現台北市立大學跟上海的大學 簽了一個MOU 那個MOU裡面的內容是說 我們要做這個學術的交流 這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但是實質上面他們列出來 他們的成果裡面 就是他們在2017年的時候 去做一帶一路的交流 這個是寫在他們的這個成果裡面的 一帶一路就是校長率團到上海的學校去做 一帶一路的交流並參觀 那其實一帶一路大家現在發展到現在 大家都知道一帶一路就是統戰 而且都已經失敗的案例很多 那但是在2017年的時候 並沒有那麼的就是大家那麼的清楚 但是我認為作為一個政府 你應該就是要看得清楚 一帶一路就是在做統戰 結果你竟然去再幫他們去中國 去做一帶一路的交流 那就是有問題的 再來第二個MOU 我認為是非常莫名其妙的內容 就是在柯文哲任內 跟中國上海的區與區之間 大概簽了六份的MOU的內容 那六份MOU都是大同小異 就是比方說我們大安區 文山區跟上海的某一區做區與區之間的MOU 要說要做交流 那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就是說要讓這個中國的這些官員 來我們的這個鄰里之間 去跟這些鄰里去見面然後去參訪 這聽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 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中國 曾經有發佈一個統戰的這個手段 叫做一帶一線 一帶就是青年的那個一帶 就是他要拉攏非官方的這些台灣民間地方組織 包含公廟 包含里長 包含鄰里系統 包含年輕人 一帶 然後一帶一線 然後線就是他們要拓展到基層第一線 去吸收我們的台灣人來籠絡我們台灣人 所以這個當時的這個MOU 就是區與區之間的 其中也列在了中國的這個統戰的這個手段裡面 他們自己有寫 就是他們希望透過跟台灣的這個簽訂一些MOU 然後去加強這個鄰里之間的連結 來籠絡就是台灣人 這個其實都有寫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會認為是說 那你作為市長好了 你總是要知道這些事情吧 結果你竟然還去做去簽這個 然後簽完我有去看他們實質的內容 就跟大家講 其實這之前我有諮詢市長 但他都失口否認假裝不知道這件事情 但這些都白紙黑紙寫在市府的這個報告裡面 我去要的調查的資料裡面 那那些資料裡面寫的是什麼 就是比方說 在柯文哲任內就是有那個 中共的那個黨委書記 他們都是黨的 黨委書記算是 在地區上面是比較大的一個職位 他們就是直接到了我們文山區來 然後黨委書記來去跟我們的那個里長 那個里長名字還寫 有寫出來 就是之前 之前有上過新聞的一個里長 就是他擔任了中國的 共產黨的一個某個東西的職位 當然可能是榮譽的名字 或怎麼樣我也不知道 但那一位里長就是有上了新聞被調查出來 然後他就說他只是在做社區營造 沒有啦沒事啦 只是在做社區營造 但他確實被中國頒布了一個榮譽職位這樣子 那個黨委書記就是去見那個里長 然後呢 再去拜訪了一些人寫的沒有很清楚這樣子 那我就會認為說你簽的MOU就反而是讓他們去更合理的去做這件事情 那不只是我們文山區 包含我記得士林區也有 也是有副黨委書記去做這樣的一個組織啦 趁機做了一些組織這樣 那我就會覺得你簽了好你的雙城論壇在政治的這個對談之中 壓縮了台灣的國際空間 而且你實質簽署的MOU 這個白紙黑字的東西 裡面還是在做統戰 在幫中國在做統戰 達到他們的需求和目的 那請問這個雙城論壇到底有什麼意義 這些東西不就是正在 讓中國去被侵蚀 而且是讓台灣沒有這個抵抗的能力嘛 這是在外交部分我認為非常的有問題的地方 第二個我剛剛要講的 就是既然我們台灣要往國際上面去發展 要抵抗中國的這個惡勢力 抵抗它的侵略 除了外交我們要多交朋友之外 我們自己的實力也要建立起來嘛 那很多人都尤其是柯文哲他很喜歡講說 我們台灣自己的這些自我防衛的實力 是蔡英文的問題只有國防才要做 沒有 我們台北市每個各縣市其實都要做 因為我們的法律有規定 各縣市要做民防系統 而且我們的台北市的預算裡面 每年都有編列民防的預算 以及全民防衛動員的預算 以及全民國防教育的預算 分別列在兵役局、警察局跟教育局底下 三個局處都有這些預算 每年都有編 那既然你有編你就要有作為 你不能講務實 結果你實際上壓縮台灣空間 實際上我們的自我防衛實力 你都沒有什麼建筑 在自我防衛實力的部分我就講 這幾個預算其實柯文哲都刪過 刪掉預算過 今年他還刪 但我就要講說因為我 因為我執行了柯文哲的這個 不投降同意書 其實那一份同意書 並不是只有不投降中國而已 它的前面是有個前提 就是我們要去強化 協助強化地方民防的系統 其實有這樣的一個前提 然後說所以不投降中國 這個是有前後的 但是柯文哲完全忽略這個部分 他忽略他其實他沒做民防 他只把焦點就變成說我在操弄意識形態 我就是逼迫他簽等等這樣的一個 然後去操弄我們一些年輕人 會覺得說我們在做這種不好的事情 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要有民防 我才會問你 你要不要投降 因為你是在戰爭時候 地方首長是負責指揮我們 後背後援的這個指揮官 前面是的指揮官是 這個軍方嘛 就是在前線打仗 但是後援 我們要如何讓我們地方穩定 在戰爭的時候 首都如何要穩定 要有秩序 大家不要慌 要有求生 要有救災的紀念等等 這些都是市長要做的事情 結果市長刪了預算 不說 那個訓練的預算 我之前有跟媒體講過 這個訓練的預算 民防大隊台北市3700多人 他們的民防預算 一個人一年只有250元 這麼少 250元 那這麼少的教育經費 訓練經費 要怎麼加強他們的實力 更不說柯文哲 最近揭牌全民國防教育中心 這件事情 其實他都只是假的 因為他後面 確實他刪除了全民國防教育的預算 100多萬元 他不敢講他刪除100多萬元 他只敢做一張牌子 說他有在做 就是他做的這張牌子 這張牌子 叫做寫說我建立了一個全民國防教育中心 但實際上他善預算 而且後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這就是他的所謂的誤實 後面全部都是一個詐騙 全部都是空的 在騙人 所以呢 我的時間差不多9點27分了 所以我認為喔 柯文哲這樣的一個市長喔 他 他用的這樣一個方式 不只是對台北市有害 他對台灣是有害的 因為他會創造一種論述 叫做 比方說 我表達我不投降中國的意志 變成是意識形態 他們會覺得我們這種是在義和團 然後我質詢他有關於民防系統 他做不好他就會用這個去 你是義和團 所以我不回答你的問題 來去 躲掉 他實際應該要做的責任 那這樣子的一個論述 其實對台灣來說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面臨的是 中國他越來越壓迫 而且他又開始軍演這樣的一個 越來越明顯 漾牙無爪 明目張膽的這樣一個侵略的行為的時候 柯汶哲的論述是讓台灣放鬆他的警惕 是讓台灣的其他某部分的人去嘲笑 我們這些願意 已經就是有意識 想要抵抗中國 而且想要加強自我實力的台灣人 那這是很可怕的 在战争里面有一种就是叫做心理战 那我认为岛内有这样的人 其实就是加助长了中国 对台湾侵略的心理战一部分 因为他去卸除了台湾 想要抵抗中国的决心 我觉得像乌克兰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之前德国之声去访问朱立伦 一直问他说 习近平就是要侵略台湾 那你有什么方式让他不要这样做 但是朱立伦就回答不出来 他只能说我们就是要维持现状 但是一直被记者逼问 可是习近平没有要维持现状 那你要怎样你想要做什么 朱立伦就回答不出来 然后最后就不欢而散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柯文哲就是跟这样是类似的 他没有办法去回答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展现这样的决心 去面对中国 因为像乌克兰 当时那位德国记者就讲得很清楚 乌克兰当时其实也有跟俄罗斯去谈 他们也有去谈说不要战争 都有谈 但是俄罗斯还是入侵了 还是进攻了 那谈到底是有什么用处 那时候德国资深学者这样问朱立伦的 那事实上我认为让俄罗斯真正退却的 其实是乌克兰人不抵抗俄罗斯的决心 在这个侵略的过程之中 乌克兰非常的 还是有一部分人不团结 但大部分的乌克兰是非常团结 因为他们表达我不想要被你俄罗斯人侵略 我会事实抵抗 而且我会反攻回去 就是我会收复我的师徒 到现在的进度大概这样 那这个就是俄罗斯害怕的地方 因为俄罗斯他们当时用的闪电战 就是想要用心理战让你吓到 就跟以前的二战德国一样 二战用闪电战三天就攻略了法国 但是当时法国的他的资源 他的整个军备 其实是比德国还要多的 但是德国用了这种闪电战三天 吓吓死法国 然后法国人就心里害怕 所以就投降了 就被侵占了 这个其实就在历史上看到的 那我们台湾人真的要 柯文哲其实就是那个 不断的让台湾降低警觉心的政治 政客啦 我只能说他是政客 我不想讲他是政治人物 就是非常对台湾有害的 所以我会希望的是说 透过不管是我 或者是其他我们这些年轻时代 不断的去讲这件事情 去让更多的这些年轻人 知道这件事情 尽管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会被骂 因为柯文哲会操弄一群人 一些虚无的主义者 就是觉得说啊 这个都不重要啦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对与错 没有真理 我们台湾确实有这样一群人 而柯文哲正在操作 操弄这一群人 但是我觉得 一定大家还是要站起来去对抗他 这样我们台湾才有未来 就今天的我的演讲 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林领梦议员的演讲 把你的议证 OK 那我们现在来进行第二个演讲 第二个演讲 现在我们是要求 请曾淼宏电机博士 他最近对童文哲的竞选的议题都在跑 然后也举办了大棋队 所以他对这方面一定有很多的心得 还有以他的军事的知识 尤其在电针战方面的心理战方面的知识 可能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育 所以现在就请曾博士 请你讲20分钟好不好 好 我刚刚听了林颖梦 我吓一跳 因为我最近好像比较没有跟年轻人接触的样子 我听他的理论好像不错 讲得不错 但是 我的感觉是不错了 真的是不错 毕竟清华大学的 这还是很有内容 那么我现在要讲的 不过我说话 结论先说 我们台湾人爱自己 现在我们已经看清楚了 你投蓝 甚至于投蓝 甚至于投白 这三阵 这三阵是够一阵的 我们投了立色 让它完全执政 但是事实上 我们回到了新国民党的路线 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台湾人的爱情 一切从首都出发 只有看童文兴 首都出发 他有可能就 摆脱 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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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把我们乡亲分享到 我们惊鸡头 刚才江历祥江历师 他告诉我 鸡人都有一个人 直接把他说做三小 因为 我们拿着大棋 写的贾博士真片子 蔡英文 你有没有羞耻心 相当具有教育性 因为台湾所有内容都绝扰了 甚至我三天前 在访问 美东的王思琦博士 王思琦博士 单挑直接批评 内政部的使者 以及国安局的局长 全部一路被 professional干扰器 职业性的干扰器干扰 因为我已经听出来耳朵 那是一种周期性的干扰 所以这是一种 现在台湾的主流媒体 不只不能够上去 当你去访问 其他有很重要的言论的时候 被干扰器干扰 所以说 为什么基隆路那个人 因为我在左街头 拿大棋走街头的过程 认同的人 比唱缓调的人还多了 尤其在台大棋大棋的时候 在台大校美国棋大棋的时候 很多学生两个眼看着花纸 然后就偷偷照相 他们偷偷照相 带回宿舍给他们的室友看 然后孝敬 你最近没动 会出心出来 第一胚就是野百合 第二胚就是太阳花 都是学印 所以说发言文对境的学印 压制的相当凶 台大的校警就直接跑出来 跟我旁边的人 先照相 照得很详细 尤其在照我这个串头 他问完之后就跑来直接跟我讲 你们是不是学生 我说你是 我是校警 学校很怕是学印 我说没有 绝对不是学印 我是教授 我是教授 因为蔡英文走过过去的历史 他怕学印 所以现在对学印 我给你教授 现在彤文心给我送过来 叫我送连结 他说他的网路出问题 连结 我现在送过了 所以他可能可以起来 你继续说 他如果起来 他可能会带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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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当彤文心上来 我就直接交给他 好 那么 现在的蔡英文 非常怕学印 所以说把台大那边看得死死 现在我要说的 就是因为我们每一次的左接头 左接头的过程之内之间 这个彤文心需要 现在需要 两种形式的人 第一种形式的人 是他每天 因为他本来想 动员我的大棋队 下午四点到六点半的人 去陪他 早上十点到十二点的 早接菜市场 那我是跟他讲说 因为我们这种左接头的人 大部分只留下绰号 我们没办法 你那个替代性 时间上的替代性 很难 我没有把握说 十个二十个人到 可能必须要重新再找人 所以说我下午四点到六点半的 大棋队还是维持 稳定性的就继续让他稳定发展 那我们必须要招募第一批新 第一批人就是早上十点到十二点 帮忙同文心一起 扫 扫 扫菜市场 第二 我们需要一个 弹性的 仙传车的驾驶 因为这个驾驶 因为有人贡献了一部 仙传车 这个仙传车的钥匙就在我身上 如果有人对台北市手的话 你就把 你就仙传车就在这里 你把钥匙拿去 你就去绕 绕到菜市场里面 或是 或是怎么办 你就人在车上 放大机 仙传车都摆好了 你就在那边弄 警察来赶 你就把车子开走就好了 然后呢 同文心也说 这个车子 他会去把它保险 然后呢 反正 就是纯粹义工性质 反正你来拿钥匙 你就把车子开出去 开出去就这样 现在我们是急需这两种人 同意书上来了 同意书上来了 OK 那我们请 看同意书 同意书准备好的话 我们就请同意书直接讲 哈啰 同意书可以听到声音吗 可以听到声音 我们也听到你的声音 没有看到 同意书的影像 来了 OK 因为那个出了问题 所以 我的整个赖群都crash掉 所以 好 对不起 我想今天就跟大家报告 就是 现在的这个进度 那 这场选战打到现在 因为一直被封锁嘛 那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我没有打过选战 然后我的竞选团队也出了状况 所以现在整个竞选团队 正在换学中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曾博士 然后还有刘清廷刘老师 那所以在 我真的很轻黄不接的 在这几天的时间 提供非常大的这个协助 可是我已经看到 那个转机了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电影 就是一个 有非常长的一个选战的 这个经验的朋友 他叫我一定要看这个电影 因为我宣布参选之后 他就要求我去看这个 《让子弹飞》这部电影 那我是不看中国电影的 所以这部电影 我听过 但是我没看过 我后来就真的去把这部电影 拿来看 我看了两次 我后来又看了第三次 我大概知道这个朋友 大家要跟我讲什么 就是 那我们说我们要去 改革 要去改变 然后 台湾整个要民主化 甚至我们主张就是说 台湾应该要独立 或者说我们主张人权 两宫约好了 可是 民众为什么不跟着我们走 甚至有一些前辈 在走在这个独立建国制限的 这样一个路 道路上呢 就会发现说 好像被洗脑的民众越来越多 然后 理论啦 基础啦 好像都跟他们都说不清楚 然后有太多的认知战在打 然后 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 现在民党政府 在蔡英文的领导之下 已经离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希望 做一个自由的人的 这个希望越来越远了 好 所以 到底问题就在哪里 我觉得这部电影 给我一个答案 好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但是我简单用两分钟的时间 我 我准备一下这个电影在说什么 这个电影在讲说 在 军阀时期 当时有一个 很有名的这个将军叫做蔡厄 然后他跟小奉献的故事是很有名的 那蔡厄呢 蔡厄将军后来 因病过世了 那他的一个很得力的手下 叫做张茂之 他的名字事实上是很有学问的 可是因为他后来变成上山当土匪去了 那张茂之 张茂之念久了之后呢 他就被称为张麻子 很多人没有看过张茂之 可是以为他的名字叫张麻子 一定是满脸的麻子 结果他不是 他是 就是秀秀气气的一个人 可是他上山当土匪去了 有一天呢 他就抢劫了一个要去 俄臣这个臣呢 当县长的这个车队 抢到那个派令之后 他就跑去当县长 然后真正的县长就变成了师爷 那他为什么要去当县长 那个县呢 有一个恶霸叫做黄四爷 这个恶霸呢 已经积累了五代的这个金钱 在这个地方当恶霸 民众非常怕他 那张麻子想要带领 为民除害 想要带领民众去反抗这个 这个集权这个暴政这个特权 然后他就想尽了各种的方法 牺牲连他的后来的这个养子也死掉了 反正他们部下死掉非常多人 可是没有成功 他抢到了张麻子的钱 就把这个钱呢 就散给所有的民众 而且还要半夜这些人才敢偷偷的去大街上捡这些钱 然后呢 因为这个恶势力还在 所以呢 他就派了车到街上 这些民众乖乖的把钱通通还给这个恶霸黄四郎 然后第二次他又发了一批枪在这个路上 结果这些民众就真的去把这些枪捡回去 然后黄四郎还是一样 他派了车出来要这些民众脚械 这一次呢 这些民众是没有脚械的 就是拿着这个枪 然后就在观望咯 看你这个黄四郎跟这个张麻子这场仗 结果会怎么样 然后属下就问张麻子说 我们现在胜算有多少 张麻子就比了一个三 好 他说为什么是三呢 就只有三成的胜算 七成没有把握 然后 他就看到民众把枪拿着 没有搅回去的时候 他就跟他的属下说 好我们现在有七成的胜算了 于是他就跟剩下的三个属下 骑着马上街 然后一边绕一边喊说 枪在手跟我走 要求所有民众跟他去打这个 黄四郎所在这个碉堡 可是呢 没有民众要跟他去 于是他们四个人呢 就带着一群鹅 因为这个地方叫鹅城嘛 就有一群呆头鹅 这真的鹅 大白鹅 带着几只大白鹅呢 就到了黄四郎的碉堡前面 然后用他们手上紧剩的子弹呢 就对着那个大门 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就把他打成一个问号 一个惊叹号 打成马蜂窝 如此而已 那可是民众还是没有跟上来 那关键在哪里 关键就是 当时黄四郎有一个替身 那个替身是那个周人发演的 那个替身最后被他们推上 这个断头台给斩首了 所以民众误以为说 黄四郎已经死了 所以呢 大家就拿起枪冲进碉堡 去抢钱这样子 所以这场革命于世成功 然后后来黄四郎呢 在临死之前 那个张马子就跟他讲说 你是一个体面的人 我给你一个体面 你自己了断 他就给他一把枪 然后呢 黄四郎就坐下来 就问他说 张马子 我五代积累了这么多的钱 你就这样子散给了这些民众 可以做很多事啊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做不值得 究竟钱对你 这个张马子比较重要 还是我黄四郎对你比较重要 张马子说 钱跟黄四郎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那黄四郎就说 那到底什么对你比较重要 张马子说 没有黄四郎对我比较重要 我其实第一次看这段的时候 我不是很明白啊 我后来明白了 就是你真的要达到众生平等 就是必须要铲除特权 可是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我的感受是 我要喊枪在手跟我走 枪其实已经在民众的手上了 我们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本来就有投票权 既然你有枪在手上 你为什么不跟我走 一个是我所发出来的声音 你没听到 所以我必须要对着同一扇门 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我仅有的子弹 其实子弹很多 我们可以说这个市政的治理 必须要这样做那样做 可是别人都可以抄袭啊 别人可以跟你讲一样的东西 所以于是你就会泯灭于众人 他们知名度比你高 他们的资源比你多 他们可以用政策买票 然后他们可以打地面部队 那你到底有什么 我最大的不同 除了我的很多的政见 其实才是有效的政见之外 我不再去讲那些政见 我现在只剩下60天 我就只讲海霸王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是天意啦 因为连蒋万安 他都在这个海霸王 变成商业区的这个会议上面 都市计划变更的会议上面 他不止一次 就是派代理人去签名 那这件事情 再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 蒋万安是一个非常烂心 就烂怒的 就非常懒惰的人 他当一个立委 当成什么 自由业了 立委已经不是公职人员了 立委在他手上变成自由业的 他从来不去开会 这么重要的一个都市变更 为什么会找奖案列席呢 因为他是中山大同区的立委 他是中山大同区的区立委 所以这个地方的区域变更必须要他 他必须要列席 就他都没有去 他就派下副主任去签上他的大名 讲万安 这样子不止一次的会议记录 我通通都找出来了 所以你发现就是说 在柯文哲 黄珊珊的市政的执行底下 他们把他从一个军事用地变成商业区 等于白送了蔡英文家族60亿台币 这个还是初估 这个将来他们长长久久地经营下去 不止61 那所以蓝绿白都无法 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蓝绿白都在这个极权的专制 或者是说扶持这个极权 你说我常说 民党到最后只剩下抗中保台这四个字了 但是什么才足以区别 我们跟中共的不一样 第一个我们是民主社会 第二个 凡是我们用直觉认为说 这是特权 这是不公义的事情 就一定可以用我们现有的法律条文 把它解决 这个就是法律 这就是法治 我们有没有这些法律 有 答案法 答案法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这块地从公园用地 变成了军事用地之后 到今天为止你去检索 他都是机关用地 既然如此 他就不应该落入私人的手上 如果今天反过来 今天是一个私人的用地 你把它标为机关用地 你没有去征收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今天不是 今天是公园用地 然后呢 你把它变成机关用地之后 竟然把机关用地 转让给私人来做伪装的经营 因为去看用地 当然不能用作为这个饭店 不能做餐厅 那伪装经营了超过半个世纪 不管哪一个政党都可以护航他 即使好几届的市议员 在议会质询 市长都说 这个是台北市政之词 那为什么不能解决 就是因为没有人要解决 他们是特权中的特权 所以我觉得解破这个东西 就像章马子 对着碉堡的这个铁门啊 一直打一直打 我用这个子弹 我不断不断地去制造相同的弹药 然后我需要枪管 才能把子弹打出去 那枪管是什么呢 枪管跟子弹不一样 枪管就是 枪管就是媒体 枪管就是脸书啊 YouTube啊 或者我们可以打电话 用传单啊 用各种方法把这个讯息散发出去 就是海霸王是蔡英文家族的资产 海霸王是军事用地 海霸王被蓝绿白联手变成商业区 如果我今天完成这件事情 让全台北市的每一个 有投票权的公民都知道这件事 而他们还是决定要把票投给蓝绿白 那我认了 我可以回去过我自己的日子了 但是我觉得这场仗还有60天 我想这个议题已经烧起来了 为什么呢 我在看一些指标性的 这个我们在讲述这件事情的内容 被转传的次数跟点阅的次数 已经突破了媒体的封锁了 那么应该是在闷烧时间 我的估计是在闷烧时间 这个议题就盖不住了 好 那这个就是我到今天为止 选战的一个节奏 那所以当我很清楚这个节奏 我的子弹有限 尽量努力去把这个兵工厂做好 然后我的枪炮弹药有限的情况之下 我已经很清楚 我只要集中打一个点 让它单点突破 然后让它溃烂 那个已经打到了 真的是打到了 那所以我接下来就会开始去走传统市场 我会去地面部队虽然不多 但是我就希望大家有机会有条件 可以陪我去走街头 那我就会开始往这个人群走进去 因为我已经非常清楚 这场选战应该要怎么做了 好 那所以目标当时要胜选 但是很难 好 所以如果问我 现在这个胜算如何 我就会跟张麻子一样 我会比一个三 现在的胜算是三成 那如果真的大火延烧起来的话 胜算就有七成 那所以60天 我觉得机会时间在我们手上 这个议题可以继续长长久都打下去 好 我先跟大家报告这几个节目 谢谢 好 谢谢佟律师的comment 我们非常感谢 他在摆忙之中可以突破困难上来演讲 好 我们现在就进入大家comment的时间 大家comment差不多五分钟 第一位 我们现在请江建祥律师来赶紧做五分钟的comment 又是我第一个 没关系 那个李营梦 我要给你鼓励一样的事情 因为在你来 今天来之前 大家对你有多少五分 因为对你的事情 我们所得的信息不够多 联练 联练也有人 给你污名化 但是我觉得那都不重要 一旦你有机会把你的事情说清楚的时候 大家都了解实质上的情况 然后这个就对你不过程任何威胁 所以我觉得你还要继续拼下去 我有一句话送你 我也跟我们儿子说 绝对不要抢去please everybody 因为那个你就注定一定要失败 所以在你活着的时候 如果一天早上买起来 你跟我说大家都在说你的好话时 你要非常的小心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可能死掉了 只有在你的葬礼的时候 才会每一个人都讲你好话 OK 你只要活着的时候 一定有人讲你坏话 一定有人讲你好话 所以你唯一要做的就是 你要跟我学 我的格言就是 这个发音 我们发音要很注意 这个音调要学我 叫做I don't fucking care 懂吗 人家给你讲什么的时候 在污蔑你的时候 你就跟他讲 而且这个发音一定要三声的 不是I don't fucking care 那个不够力 你一定要讲 I don't fucking care OK 你去讲你的 我做我的 就像那一天我在电视上 我特别注意说 这个女孩怎么站 去问柯文哲说 你要不要签这个 不头奖同意书 他在给你赠人 到辟民 还给你码三字经 什么三字经也带 稍微修饰一下 但是我是觉得说 虽千万人无往矣 该做的事情就要做 因为这个不投降同意书 实际上 它实质上意义不大 但是它真正的象征意义 非常大 为什么 这是一面照妖境 我问你 你从逻辑上 你有什么理由不签 你是一个国家的国民 有人要欺骗你 我只是要你表态说 我要坚持到底 我不投降 说有人不签 要不签 他心态就显露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不投降同意书 是个非常good idea 你看一看那个柯智任 在高雄 他也是给你黑龙世道 说整部人都跟你说 那人出了他们不签 我就签了 就是一面照妖境 另外一件事情 我很感动的就是说 大家在说 这孙企丸是企政 你说的外高国质 那种什么 好像说企丸说国质外高 好像跟选举没有关系 我倒不觉得 我觉得 每一天我们生活的环境 就是受到中共共匪的威胁 我们对我们这个环境的care 我们的那个担心 我们的注意力 那个就是我们每天要讲的 时时刻刻的 要让我们同胞能够同意我们的看法 反正现在的双故 我看整部 我看不出来有人讲证件 除了同律师以外 海霸王 可是他要抛弃那个松山机长 要变成什么国际贸易中心 他也不讲了 他现在就讲一个海霸王 那这次选举没有证件 大家在说周一扣 实质紧扣 周一扣是把陈时中看作防疫交2.0 这一类无聊的事情 不然就论文 现在连民事的电视剧都在讲说 你那个学历是靠论文抄来的 现在全国已经没有idea了 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国家 我觉得 所以我鼓励你继续谈 国民外交 继续谈国家的立场 继续去批评 柯文抄的双重论坛的问题 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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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台湾人就知道 这我说一巴巴也说的 是双重论坛 OK 这个问题 他就是统战 他绝对不是两个国之间 国与国之间 你说国际性 国际就是国跟国之间的问题 不知道 都国际的 他是区与区的东西 哪有什么国际观 哪有什么东西 那个就是柯文哲要向 共肥表态 才去交心的一个动作而已 所以你说 叫他强不投降 同意书 叫他去说 那一大堆 要跟布拉格去 去变姐妹室 他当然不同意 因为他天天注意到 中共那边的那些 那些间谍网 是不是在对他 做什么样子的监督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随时随地 把他的这个 福利尾巴 把他拉出来 因为你可以看 看出来他在干什么 他在准备 2024的总统选举 对不对 所以你给这种人当 不要说当总统了 让他有那个舞台出来 去竞选总统 对台湾就是一个 很大的强害 OK 他以前在做市场进行 他说 他要做一个库立 现在我们发现 他不只是库立 他是科政猛尼杰 OK 不是猛尼虎 科政猛尼杰 所以我觉得 林荫梦我给你加油 不要管别人讲什么 OK 继续的为自己的理想 继续勇敢的讲话 谢谢你 然后另外呢 对那个童文新律师呢 我有一点意见 不是意见 就是我也是跟你分享一下 我的哲理 我这个人有一些歪理很多 世界上有三种人最恐怖 第一种人叫做 不怕死的 不怕死的人 吃好对付 你知道怎么对付吗 羞辱他嘛 他要脸 不怕死也要脸 对吧 你羞辱他 他就输你了 那怎么办 那如果一个人不要脸怎么办 像蔡英文的话 你羞辱他也没有用 他拙一的凯达格兰大道 你去说他论文 你说三天了 彭文正每天 你跟我 在我心生 这是怎么办 如果蔡英文到 我没有办法把他拉下来 到他任期到的时候 才下来 就表示我的失败 我说你都不用期待那些 因为他是一个不要脸的人 不要脸的人 不会怕你羞辱他 那你对付不要脸的人怎么办 吓死他 因为他怕死嘛 但是我跟你讲 事业上最伟大的人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不在乎的人 如果I don't fucking care what can you do to me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 If I don't fucking care about anything what can you do to me 所以我不怕死我也不要脸 我也不在乎你怎么想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人 唯一能够独立自主 站起来对抗我们敌人的方式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如果中共打下来 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不怕死 我不怕死你来羞辱我 那你就说我蔡英文是我们的最高的领导人 他那么不要脸了 我们怎么会 不怕 我们不怕你羞辱啊 那你如果说来包围我们干什么 你就跟他讲 I don't fucking care 那童文心律师呢 目前这个整个选举 我一直在讲 我一直记得在一两年前 童律师跟杨献宏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有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万一我们有一天 我们的 communication管道完全被执政者封杀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做 我想童律师等一下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记得你跟杨献宏当时候有提出一个方案 那我也有一只想 想这个方案 就是说 如果像目前来讲 民进党他利用钱财 利用权力的分配 把所有的媒体控制 所以三明治你绝对上不去 然后呢 TPBS呢 他给他移到一百多台 表示说不听话这就是你的结果 然后剩下一个中天 我知道童律师也要上中天 不幸的那个彭文正 也只有中天可以上 我们估计那会有个问题 因为中天除了让你上以外 他还有郭正亮 还有借文集 还有那个最近又结婚 跟小妹妹结婚的那个 那个教授叫什么 那个原来那个实践大学的 那个赖叶谦 OK 他们平常在那边 他胡说 把他替共飞讲话 那你上这种电台的话 对你也是个损伤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突破 这个我们被他控制的状态啦 OK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资讯控制的时代里面 以前我们不听话是被拉到淡水河 那个第七嘴枪毙啦 现在没有人枪毙你 现在是把你的管道 你的沟通管道全部把你封杀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数位古拉格啦 把你送到西伯利亚 同心你有没有感觉 你现在好像是在数位古拉格里面啊 不管是哪一个电台不给你上啊 说到现在你七月一号就登记了 他还是三卡都嘛 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突破这个问题 OK谢谢 多谢江律师的comment OK 主委 我们现在听范增昌博士 来给我们做comment 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非常欣赏林语元 你年轻 你讲的非常的一针见血 因为有些 那个资料 资讯 我们在外面的人听不到 我跟江律师的想法一样 坚持下去 而且不但坚持下去 越要掀开 越掀开 你的机会越多 让这中间选票的人知道 越清楚 那他盖章给你的几率更大 那同时 陈律师讲的也是蛮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的子弹少 如果今天全部要打 似乎好像都没有 没有一点那个正好的着力点 所以您刚刚讲的 我也觉得非常的赞同 那不过以台湾的选战来讲 少接还是要的 也就是说一般你跟他握手 那投给你的几率可能会更多 或者说你的助理 你的宣传车 刚才那个我们的 我们的举大旗的博士 如果再给他多一点人 宣传车去到处跑 我觉得这可能 也是会有很大的帮忙 那你就打那一个门 宣传车也要一起打那个门 这样子可能概率会更大 那如果跟林律师 林预言两个能够结合起来 我觉得可能会有正面的效果 这是我今天这样听到 我觉得有希望 我们在台北还有些朋友 我原来是在台链大楼那边过来的 所以我也会看看 有没有办法帮你拉一点票 谢谢 好 今天晚上就非常感谢 祝大家平安顺利 好 谢谢范博士的留言 下一位我们请江文基会长 来跟我们做comment 谢谢 谢谢今天两位 这种警察的言论 我对林颖梦非常的钦佩 他讲话非常的清楚 以前我们都有点点误会 今天晚上才知道说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议员 讲话非常清楚 思路非常清楚 那我是希望他能够继续坚强支持下去 我也是台北市的人 台北市我已经住了二十几年了 我会打电话回去 跟我的朋友 来推荐你说 大安区就是选音隐梦 我也会回去 我到十月底会回去 十一月会在台北 那我有机会 当然我是支持佟律师 当然我也支持你 我到时候回去的话 我机会的话 我也会到你那边帮忙 希望能够回去 对你们有一点帮忙 那目前在海外 我们现在是在海外上 能够做的只有做online meeting 那online meeting 我是希望说有机会的话 我现在是每个礼拜都办 可以的话 我也希望说你十月三十一号 跟同一师两位 我再跟你安排一次 看看你那个时候方便 再安排一次上网 跟大家在说明的 你们两个人的体验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你这个资料 我每个礼拜都办 办了以后 我会把这个资料放在海外网 海外网现在 台湾海外网 那是蔡明峰理事长 他办的这个海外网 我都会把它放上去 每一天都有两把 超过两百万的人在上面看 所以我们有把你的资料 把你演讲的资料放上去的话 我会被蔡理事长 已经把我的群线提得很高 不会把你们两个人的资料 都放到最前面 每天大家都看 你有两百万的人看 多多少少都会有帮助 就相当于从律师刚刚讲的说 我们就当你的枪管 你又指战 选民有的形态就是指战 枪管的话 我们现在能够做的 就是当你在online上面 你多多给你发声 多多给你秀宣传 这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那看看可不可以的话 我是有 我是希望能够 再爱满两个位 10月31号 我们两位再上来讲一次 谢谢 谢谢 谢谢姜文基创委会长给我们的感谢 下一位我们请曾淼宏电机博士 来跟我们做感谢 刚刚我接到江医师那边所讲的 希望设定一个主题叫 中共换台的不可能 以及潮新城最新的无人机购置的建议 我现在讲快一点 中共换台为什么不可能 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 它是一个prototype 它是一个雏形 让全世界看清楚 所有俄国现在已经被打到 不过普丁 随时都会消失 俄国都快要解体成三个国家 事实上很多的电台都在说谎 还在说谎 它是一个prototype 透过C4ISR 指管通知情间增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compute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这个指管通知情间增系统 所有俄国 甚至于未来的中国 你的所有的部队的集结 所有部队的运动 都会被大气层外面的情报卫星 都会被高中低空的F35 F22 以及低空的UAV 看得清清楚楚 甚至于解决掉 所以说 中共 潮心城所建议要买 无人驾驶飞机的计划 是一个very good idea because 加州的兰德公司 有一个国防智库 它就提出建议 要锁住台湾海峡的话 你只要去买1000台的UAV 就可以了 所以说 我对中共要无力换台 很简单的layout 很简单的布阵 第一呢 海马斯火箭 有效射程是300公里 从台湾西岸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 透过C4 ISR看清楚 你中共东南沿海的部队集结 300公里 因为台湾海峡的距离 最短距离是133公里 最长的距离300公里 都是在海马斯火箭的射程之内 只要海马斯火箭打出去 透过GPS卫星定位 通通是Bingo 你在部队集结 我就把你解决掉 你的蓝蚂蚁 你的两栖部队 想要进入台湾海峡 我兰德公司 所建议的1000台UAV 就在上面 一个一个把你解决掉 那有人在 自己讲说 中共如果 是透过疯狂的轰炸 还轰炸 翻遍 这两三百年的战时 从来没有一个战役 是透过彻底轰炸对方 来起胜的 希德勒当年把英伦 伦敦的大轰炸 英国人有投降吗 所以说 我的看法 朝新城的UAV的购买的监议 YES 这是21世纪最新的作战战法 我不晓得 我这样简短的 很简短的解释 我不晓得各位能不能接受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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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下一位我们请 蔡明峰社长 来跟我们 做comment 大家好 我是创明峰 我对这个林议员 我感觉说 他早期 早期 俗代力量 的阵容 因为有什么五岁 他现在退出 以武党级立委来参选 我希望 台湾需要有好的政中政治 以俗代力量是不错的第二栋 第三栋 所以希望 这个未来 你能有一个 很好的机会 可以回到 俗代力量 终于俗代力量 来打扮 因为我们一个人 你最静动的政策 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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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要 英雄忠诚 我希望 我希望你能够最高 但是 你一天 你一天 三天 在你 竞争总统 英港 就是 早前 你要出门 以前 一个半小时的英港 中島你回來看你的競選中部有什麼事情 一次 還有暗時一次 三次對軍舊去你的競選中部的人 可以做一個政典的發表 當時你可以聽一些對你有欣賞的政治項目 輪流在你的競選中部 來你做企業中部和你網路直播的一個地方 你一定要成立一個你童韻心競選的網站 這個網站可以網路直播去YouTube 我還要多忙 一定幫你傳播 所以當時你童韻心的大眾傳播的資訊 可以經過其他網站 可以讓所有的人知道 全國的人知道 我知道你有對台灣很好的包覆 這就是未來台灣的發展 所以我怎麼鼓勵你來競選疫情數年 總統改選 所以你這場市長的競選 主要開始你做一個暖身的運動 所以你要期待你的團隊和你的大眾傳播媒體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至於我希望你有da共和你 ustedes要有團隊 你要有大眾傳播的動作和這裡 有效率,有組織,有發展性來推動,在未來,走到台灣優秀的政治電腦,和台灣未來的政治家。 非常多,謝謝紐約副平鋒博士! 我們請到邱宗中榮出版,跟我們感言上的話。 大家好,我是副中央,我没有开画面,因为副中央不整 我都简单建议,没有选举过 但是感觉台湾的选举没有在阻挡政策 但是你就是要有publicity 用publicity,你看成失踪,它就每天publicity那么多 所以现在就气势这么一样 所以看起来,我们未来的市长和未来的市医院 你们就可以抓住,继续讲海报王和公科文哲 你的publicity有,然后人们就区别说 你就确实有在做你的事,把这个不可告人 不想要放在的事,都给它呈出来 人们就觉得你这是值得支持的人 因为最重要就是要去选票 所以publicity,我说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邱总勇 我们现在再来下一位请庄圣津来给我们做comment 大家知道现在不投降联署好像很流行 我不知道会多少,不过应该会相当热烈 尹梦谢谢你,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 我们这个团体呢,有举办一个邀请大家来对台湾建国的认证 尹梦在7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参加了 包括现在有很多时代力量,台湾激进 还有一些无党籍的朋友来,已经参加了 我们那个不投降是消极的 台湾建国是一个积极的 我应该是除了我们的金会活动 因为没有人家的多以外 如果知道了以后更没有道理 我们会比他气势不足 所以有些人还不知道的时候 希望各位给大家来过步 希望大家知道 尹梦尼,我们参加以后呢 我们在8月20号,我们所有认证的那个委员呢 我们会写个推荐信函 那个推荐信函送出去了 我们台北服务市的人应该会有跟你联系 如果没有做得好的时候 我们会加强努力 那这个推荐信函呢 因为你已经有参加联署认证 我们写推荐信函 那个时候是8月20写的 也许不过好 我们看到最近你跟柯文哲在打仗 所以我们有机会 我们会把它补得更好 同样的呢 上一次呢 佟律师呢 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们有邀请他说 你要不要考虑这个 那也许呢 那个我们那个刘博士 刘忠宇博士 介绍得不清楚了 所以上次我们 没有听到 佟律师说 进度到如何 今天呢 我想请问佟律师 同样的事情 如果是从 刘博士呢 或是谁 跟你联系的时候 你觉得我们这个 台湾建国呢 有没有值得再签 比那个 比那个 不投降 还要更加几点的 其实呢 我知道 你有可能 有一些考虑了 刘博士有提过 所以不签的话 如果有考虑 那我们不会勉强 不过呢 我们也会 我对你那个 有一分证据 说一分话 这个非常的 的赞同 你所有的证件 你的同文城里面 我大概都看过 我们觉得呢 你现在 虽然显在很积极 要打仗 但是也不会乱讲 只有 还是由 有一分证据 才说一分话 如果你没有签署的时候 我们推荐信函 就不用推荐了 我们就叫做 认识 这个同文心 也是一样 会把你介绍 给我们的 所有的选民 但是如果 可以变成为说 我们认证 我们是觉得更好 尹梦跟那个同文心 两个人 我都希望 你们都是有能力 选上的 所以如果有一天 尹梦在 这个市议会 执行同文心市长的话 那这是 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不过这里边 童议员讲到说 童律师讲到说 你那个 现在知名度问题 曾博士 曾淼宏 我去 在两个礼拜 就回到台北了 我会跟你 鸡鸡鸡鸡鸡鸡鸡 我想 如果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是说 他讲到台湾政策法的时候 Digital Blogger 也就是说 这个Digital Blogger 在台湾政治法的关系里面 台湾随时可能会有 付与一个特别的支持 台湾也许会有一个 很好的机会 变成为是 正民借国的机会来 当那个时候来的时候 我们的选民要问 让他问 你便不愿意接受这个 会不会公投 我们发现 我这几天在看 我们有一位候选人 是台湾大旗队的 叫做 魏方针 他要选什么 他要选的是选 他还要加益水上乡的乡长 乖方针 只有48,000人的这里面 他有什么好选的 不过他所谈的 他就是台湾 要在那个地区里面 把台湾的人的意识 不要以为你这个 讲的都没有关系 我们台湾建国就是这么重要 如果当有一天 要你去公民投票的时候 那我看到民进党上面 现在往前走 后面 连那个 那个 候选人都没有提出来 所以 苗栗 这个地方 地方掀起的时候 所以如果是 就把那个 后面那一块 就是让他 不理他的时候 那我们就算给我们 有这个公投的机会 我们也不一定赢 所以各方面 我看到大方针 各方面 大家一起努力 希望你们两位 有好的选举的成绩 但是 以大方针 这样的精神 我们全部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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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谢谢 谢谢 Raymond 的comment 下一位 我们现在请老中医 朴叔 来跟我们做comment 我感谢大家 开会 这么久了 早前有几个人 有可能是 雷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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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说的 话 说 对林 英文 努力 有一点 有一点 五回 我希望 这是 一种 一种 雷毛 相说 因为你不能听 因为 坦白说 人家有这样 说 特别 收 email 私讯 说 这些事情 但是 我只会 告诉他 好 我就要了解 我 因为 这样 对林 英文 努力 因为我 基本 不 我 因为 人 说 什么 我就 感觉说 他就是 这样 所以 头突然 有几个 说 我 何柿 你有来 结束 不然 我对你有 五回 这个 里面 有乙病 这个乙病 本身 我感觉 可能 有时候 我们有这种 毛病 听我们 说 什么 就 参成 印象 去 这点 我相信 不对 我希望 大家 头突然 你 帽 上 说 我 人 有 跟我 说 但是 我 不 因为 这样 对 林 文 他 就说 我 结果 五百 我不知道 他 什么 事情 OK 所以 不可能 因为 人 跟我 说 什么 我 对他 参成 一个 不好 的印象 这是 另外 一位 这是 一个 我 头突然 听到 几个 大家 在 说 我是覺得說 你做議員 事實上 童文心也是少許人可以說 他現在做市長 在申市長 對於 柯文哲 反正的這種所謂 柯文哲的立場 我們坦白說已經是很清楚 很認識一個道具 他人有相當的機制 坦白說 他在講話 很可以抓人的心 就是說 讓人會很注意聽他說什麼 所以他真的可以抓到 那個觀眾 聽他說什麼 不一定贊成他 但是抓到人的重點 所以就是說 他是這麼清楚 是一個很道具 沒有為到 就是說 他可能比較是熟悉 道具性的一個人 他不說為到 一個台灣的 戰鬥 台灣民族的理想 的一個人 他會比較注重 他自己個人的利益 還去導致的人 所以我是覺得說 利基輝 有機會 就是特別這種 比如三層論壇 或是他一些這些 比較奇怪怪的 對 比較親共的 這種的 單位 這可以幫他做批判 我是覺得 在這個選舉裡面 教宵可以 因為你怕柯文哲 就是在 就是在 引起人 注意你 對你的立場 是誰 OK 所以 我是覺得說 孟營頭 我剛才在說的 那些 關於柯文哲 關於三層論壇的立場 我覺得很贊成 我當然是很熟 但是我 我跟他說 孫實上 這個陳時中的票 現在在 在 動搖 就是說 你要知道 第一 無台無地 去一個 什麼 很特殊的 所在 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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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對陶文欣來說 那是一個 因為那些要選陳時中的人 票不會選 不會選蔣萬安 不會選黃珊珊 那些人的立場是非常清楚的 一定是堅持台灣道理 堅持台灣人要建立自己的國家 所以我覺得陶文欣有一個機會 就是可以去選那些人的票 那些人對陳時中已經是很重要 真的那是 大家如果說在陳時中 大家在陶文欣就要回去 所以陶文欣本身可能要 調整他自己要怎樣 捏到那部分 因為那部分的票 不會選成蔣萬安 不會選成黃珊珊 所以他可能要想一個 我是覺得用正名字線 有時候在中間才聽起來 腰又是中性中性 但是對你支持台灣獨立的人 他的認定正名字線就是台灣獨立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像我當時我在說 用正名字線 有時候是一個 很好的電視自己的政治立場 可能是很好的方法 所以陶文欣在說的 可能那是一個 我是覺得 彤律師可能要拒絡一下 OK 展現你這種 你如果展現那個特定 我相信很多 陳時中的那個 已經在那裡 在那裡的 那裡的那裡的票 可能他就有一個出路 OK 我看來到這裡 謝謝 謝謝 謝謝勞動機的評論 再來一位由我酒酒量做五分鐘的評論 我今天很開心有聽到兩位人的演講 很精彩 我以前和你們經過一面 是不說很知道的 但是今天經過他的演講 尤其是在開始的時候做一個澄清 包括他對最近的故事他的看法 他的主信心 我聽到很開心 本來我們這個證明做現建國的研討會 有些人在討論說 這樣是好事是不是每個人都要吃 我感覺我們的目標是在減量 你有對承苗這種建國 有堅持有人動 這點我想我們都沒有效益 尤其是聽過你的演講料 你對柯文庄的打壓 這是很正確的 希望你可以繼續 我相信很多人會帶你打破 這點是標示 轉型正義 跟台北市的市場 要走為多為奇 有一個很好的防腐劑 OK 第二位 童文庄律師 他這次是做第二次的演講 他的演講 他都對自己很有信心 威丟台北市的未來 勞頌他博士說得對 就是說 看似雙紀 他變成把戲 在說 那個演唱會 說什麼人比較勝 那種實在是沒有意義 我們證明這個現建國 是一個 算是有較 serious 的研討會 我們是為台灣 要建立一個很漂亮 很好的國家 在做國中不一樣的努力 所以我怎麼贊成說 童文庄如果對 架名、借賢 還是說開國 我們說建國 也說開國 有同意的心 來參加 南北亞 會變成一個很大的力量 我們的力量是怎樣 就要結合 孫雄修江的人 背景就比較不需要這樣說 但是孫雄修江的人 為台灣一個很好的未來 共同去努力 我們已經發現 我們不能靠 當然是不能靠 國民黨 民眾黨 甚至像一個騙子一樣 民進黨 實在是讓我們很希望 我是很希望 我本身是黨員 但是 我實在看不下去 這個黨 為什麼走到這樣 還有越來越多人 為了當權者 在擦肢磨粉 在公營的好處 不過 我們就繼續走下去 我們覺得我們對 一定是對 我們繼續做下去 以後的未來是公民 這就是我要說的 請多謝 來 我們現在有最後一位 是邱一峰律師 我講話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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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聽聽的 對這麼有氣質的女孩子 有精為天人 精為天 天然獨 的人 天然獨 我說你真是天然獨 不是像那些年輕人 是天真獨 他們不曉得台灣的歷史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說 我們就是一個獨立國家 其實現在台灣哪裡是一個國家 台灣 台灣 我現在用那個北京的議員說 齁 除了就是要讓一些人聽話 因為我本來 像我都用台灣的 可以讓我們這個 可以選團比較多 啊 當然這個選記齁 差不多通文心說話說 正前 正前我 我也要參加過選記齁 啊那個林議員 你要知道 我的對手就是你以前的老闆 林藏佐 啊 啊我是萬格區的選記的人嘛 啊當然我知道你 你老闆要去給他 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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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解 他還替他在 在總統府前面辦一個 幾萬人的這個 這個 這個演唱會 啊 演唱會嘛 所以說 這點我就了解啦 啊 因為我就是因為 當初要 要求阿扁 所以說 我真的會去參加一邊一國來選記嘛 齁 啊 結果不知道要怎麼也是 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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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一邊一國去用收編 啊 就是說 你們現在那個 有一個很好的 現象就是說 經過民調齁齁 現在那個民進黨 跟國民黨 跟他們的民調 越來越多啦 齁 那當然這個就是一些小黨 跟你們這些五黨籍 起來的機會嘛 這個機會很大嘛 齁 那這個 當然 最近他們在打那個 負面選舉就是說 齁 我這個 這個人協力 要洗協力啦 不然就洗他這個過去的 齁 這個是很好的現象啊 很好的現象 我說民主選舉 我最喜歡的就是 讓一些妖魔鬼怪都現行啦 包含柯文哲也妖魔鬼怪 妖魔鬼怪也會現行啦 齁 那當然過去 童語心有在打那個 柯文哲的那個 那個什麼 賣器官嘛 那些兼借器官的問題嘛 但是後來為什麼 都沒有人在講 很奇怪啊 齁 是不是被被殺掉 還是怎麼我不知道啊 齁 有關這方面的這個部分 齁 我希望說 甚至也繼續可以再打啊 齁 繼續可以再打 那就是說有關這個 這一次的那個 所謂不承諾 不承 那個 不投降承諾書齁 我覺得你做得很好 你去問柯文哲 故意把 欸 你在媒體這樣出名了 你知道 你在媒體這樣就出名了 你知道嗎 你是打贏了這個媒體戰耶 齁 除了這個以外齁 當然這一次去簽那個 那個 不投降承諾書 還有 時代力量 跟激進黨都要去簽嘛 齁 那我現在不了解 民進黨 到底要不要簽 會不會到時候又是 欸欸那個 蔡英文一個 一道命令 說不准簽 那大家又不簽了齁 我當然不曉得啦 將來如果說要簽的人 我當然是希望像那個江聖 張專聖經講的說 我們希望那個候選人 能夠來參加我們這個建國自宣 證明的這個陣容嘛 齁 那現在就是說因為過去 我們不曉得誰要選嘛 那這一次如果誰要選齁齁 我建立說你是不是可以提供 看看這些候選人提供名單給我們 我們發通知給他們 請他們說你要不要來參加我們這個東西 齁 那你也了解 因為從頭我都參與到我 那個柯文哲其實是蔡英文挺出來的啦 蔡英文挺出來 就從那個 那個那個雷勝文槍擊案那裡 開始 開始出來 齁 所以柯文哲他過去的那一段歷史齁 當然 我都很清楚啦 因為我當時曾經 要為那個蔡英文去告那個 告那個誰啊 告連勝文嘛 齁 所以說有關這個 你裡面講的這個 因為我很難得說聽到 地方的選舉 有談到這個外交的問題啦 齁 因為那個曹青城這個 他弄的這個 他們弄的這個勇士隊跟神射手隊 我都去報名參加了啦 我是報名那個老頭子勇士隊啦 我要做後勤之言 那我的小孩 有三個 有三個小孩 兩個男的 我都跟他報神射手 神射手隊 因為我的小孩眼睛都1.2啦 1.2 我一定報神射手 神射手隊最好啦 問題是政府又不開放那個靶場 對不對 你照理說你應該 我那個小孩 有一個最小的念高三嘛 我問他說 你要打把鬼 他說沒有 他說沒有 他說奇怪 我們當年老頭子都 都有去那個軍訓課 都有去打那個384步槍 我還打得不錯耶 對不對 我還打90分左右耶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就是說 政府要不要配合 那當然有關這個民環部隊 這個本來柯文哲就應該配合的 柯文哲 我說實在 他就故意把你這個搞爛 你應該民環部隊要讓我們能夠去開放 開放這個大家去弄這個靶場 還有民環的應該去找我們這些老勇士去受訓嘛 那當然就是說我有建議說 我本來要跟童文心那一天他開幕的時候 我跟他建議說 你既然說政府有把那個什麼媒體把它禁掉了 你應該去告他 我不曉得童文心有沒有告他 但是我打電話去那個給那個書範志 他也要算幾點 他說我不曉得童文心有沒有告他 他到底告得怎麼樣 因為我念的是行政法 我專長的是行政訴訟 我說這個應該是告行政訴訟 告行政訴訟就是對那個選委會 對NCC要提起這個課以義務之訴 而不是說就是跟他夾褚文 夾褚文以後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這個還是會失敗的 所以說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藍逸澤不可以去投票 這個就是蔡英文要做票的這個預告 你知道嗎 所以說這一部分你們應該要 好好的去跟他打一個空戰 我覺得打陸戰我選舉過 打陸戰沒有用 我還要打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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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打到手 尤其是你們這麼短的時間 應該要打到手 尤其是你們這麼短的時間 我報告到這樣 謝謝 OK 好 謝謝邱律師 OK 好 我們現在來進行演講者 聽大家講完後的回覆 我們照顧順序 我們第一位請林營夢市議員 來跟我們做個評論 請林營夢市議員 來做評論 請林營夢市議員 來做評論 都能夠處理一下 聲音完全 現在還是不行 這樣是不行 奇怪 出去再進來看看 你們先出去再進來 我讓你進來 OK 那現在我們請 童律師來跟我們做評論 OK 好 謝謝大家 因為很多前輩都已經說了 包括江律師講的這個通訊 這個部分 因為需要時間非常長 所以我簡單的用文字先陳述好 因為 只要蔡英文執政 他就不可能執行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非常便宜的 根本不用費用 像我們手機的話需要 這個很貴的這個頻譜 然後每一個人要買手機 然後蓋基地台 如果一旦戰爭 沒電 基地台就完蛋 就crash out 這個東西是不會被封鎖的 可是這樣的技術 蔡英文是不會用的 那原因我就下次有機會 等到選完有機會 我們好好就這個技術部分 我們可以再來報告一次 那再來就是有談到就是說 怎麼突破封鎖的問題 因為所有突破封鎖的工具都需要錢 那在募款也困難 自己經費也困難的情況之下 我們只能做單點突破 那我其實從頭到尾 我對於這整個世界的一個看法 我有自己的看法 我當然有自己的主張 我過去也都講過了 而且我現在在元宇宙也做了一個 憲法的一個制憲的一個 我把它畫成是一個像 林肯紀念堂的一個樣子 那我們要去做一個 一套完整的憲法 一個共筆的一個重建 重塑 那我到底主張什麼呢 我主張人應該要自由 我主張人權兩公約 我主張要開國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 你到底是不是台獨 我說我不是 我不是 我的主張比台獨還要嚴重 我主張中國人也應該要獨立 所以我不願意限縮在一個 就是說我要不要獨立建國的 這樣一個範圍裡面 去陳述我的觀點 因為我觀點跟大家一樣 可是又不一樣 那尤其在這一場選戰裡面 我已經很清楚 我可以單點突破的點 所以我不能夠再去用其他的東西 來分散我的槍管 當我只有有限的子彈跟 有限的槍管的時候 我必須要把所有的槍管對準 同一扇門去打 所以我也建議各位長輩 各位前輩 就是可以去看看真的 讓子彈飛這個電影 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號召 所有人跟著我們走 關鍵在這裡 關鍵在於我們在這個 你在理解你的觀眾 你在理解你的群眾問題上面 我們不夠理解他 當然我們大部分人都是讀書人 各位前輩到海外 這麼多年 接觸的都是這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他真的跟普羅大眾 台灣的普羅大眾 還有年輕人脫節太遠 你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有時候我坐在那邊看一些網紅 他們的議題訴求 以及他們講的內容 為什麼下面有這麼多人想要聽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去理解 這些年輕人他們的寂寞 他們的痛苦 以及他們能夠關注的東西是什麼 如果我們拿一個非常高遠的目標 給他看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我永遠走不到 他不會聽你的 他不會跟你走 可是我說我們有一個很清楚的目標說 我們必須要實現 每一個人在這個社會上的公民 正義的時候 也許他可以聽得懂 你必須要等所有群眾跟上你 你要慢慢的一步一步 讓他們跟上你 就打海拜王這件事情 到今天為止 還是有很多人搞不清楚 這件事情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已經簡化 我已經放慢我的腳步到什麼程度 第一件事情告訴他 海拜王是蔡英文家族的財產 你知道嗎 接著告訴他 這塊土地是軍事用地 你知道嗎 然後再告訴他 現在藍綠白已經把它變成商業區了 你知道嗎 這三點幾乎所有的人 有沒有受過教育管 他是不是中華工專畢業的 都聽得懂 你接著才有辦法告訴他說 我們先完成這件事情 我們光復了台北市 接著 你拿到執政權 你有聲量 你有砲管的 我們滿地都是子彈 你就把這些子彈 放到砲管裡面 你把你的大砲做好之後 放到大砲的砲 砲管 推到總統府面前 對著總統府就開始轟了 我不知道我這樣解釋 大家可不可以理解 你現在有大砲 你沒有砲管 你說要獨立建國 我通通都同意 你的砲管在哪裡 你的followers在哪裡 如果你沒有辦法把這些人叫出來 你只有說 我這個理念是對的 我真的對 都很棒 那為什麼這麼多年沒有成功 這就是我要挑戰各位前輩的 我現在正在做一件事情是 幫你們把followers通通叫出來 我們在俄程要去打這場仗的時候 我先帶子絲呆頭跟著我走 然後接著民眾就會攻進碉堡 請大家一定要去看那個電影 不然我們下次再上來的時候 我們就講這個電影的獨厚心得好了 先跟大家報告到這邊 然後我很抱歉要先下線 因為我接著還要去錄音 所以先下線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會繼續努力 謝謝董事 加油 我本來建議是說 你們弄一個台灣民意加入聯合國的連署 我是建議這樣 OK 照亮那個林夢也沒有上不來 林一夢上不來 沒有看到他上來 他上不來 因為我沒有他的line 也讓他一下子 我看他的精靈 有什麼叫你啊 跟那個頻道啊 是不是被限制 我起來歡迎 被干擾 嗯 嗯 可能被幹擾 可能被幹擾 沒有錯 因為現在這個 這個唐鳳在搞這個東西 可能被干擾了 好,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裡為止 你們先卡一個LINE給他看 他如果會干擾,你們就會干擾童文心 我沒有看自己 自己的病有什麼問題 我告訴你,你們他的立場比童文心還要尖銳 我告訴你,還要尖銳 OK,他上來了 你們上來了,請好 很好 有嗎? 有,上來了 你們跟議員回來了嗎? 我回來了,剛剛技術上面一直進不來 現在很清楚,聲音很清楚 好,請你講 好的,謝謝各位前輩剛剛分享的這些 對我的鼓勵和建議 我覺得很感謝 真的,因為我一直沒有機會 好好的向大家 比方說解釋我的爭議案件 以及講更多更清楚的 關於我對於 為什麼會質詢柯文哲 以及我這幾年來 然後去爬書柯文哲在外交的市政 在民房市政上面的問題 那當然因為柯文哲就像剛剛前輩所講 他是一個很會操弄的這個語言的人 那他也知道他後面的群眾 他很會去挑動 然後操弄這些群眾 其實我從質詢他那個不投降承諾書的時候 我確實真的有在打仗的感覺 就是像剛剛前輩講的 就是這是一場仗 那真的是在打仗 因為我質詢完以後 我的臉書 還有包含我的服務處的電話 都是臉書上面是非常多 然後三千則 一篇文章就三千多則的這個留言 然後裡面很多都在罵 然後而且很多假帳號 都是假的 都是那種公關帳號 不然有一大堆設定錯誤的這樣子 然後打電話來給我的人 他們都是約好了同一個時間 突然在某個時段突然打電話來 很奇怪 就是這不太像一般我在處理一些爭議案件 然後澄清案出現的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是後面 他是有一批這個 我不能講是實質的國防軍隊 但他確實有一批是網路的軍隊 網路上的 然後以及就是一批實質的 可以控制的 或是被他影響的人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我 從側面了解到 確實他有透過一些方式 然後去讓這個對他投資 就是捐錢抖內給他的人 去認養了一些網軍的公司 所以他一旦覺得說 議員的東西 質詢的內容讓他不利的時候 他就會操弄這幾間公司 去不斷的大量洗 然後去攻擊這位議員 然後主要的是影響這個議員 面對這個議題的一個 信心吧 就是說一種心理的擊潰這樣子 那可是其實我覺得在政治上面 或者是我說我們面對中國 其實很常會遇到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你的心理被擊潰 其實會造成失敗的主因 所以我覺得這算是我的一個 很特殊的經驗 那我會覺得說從這個過程之中 去更加練習到是說 我們台灣確實有一些人 我相信不只是柯文哲 他只是一個其中一個而已 那他們都是不斷的用這種方式 去擊潰了每一個政治人物 或者是說台灣的民眾 那我還是覺得在這個過程之中 就是越錯越勇 我覺得因為我認為我講的是對的事情 就是怎麼會有人覺得要投降中國 才是對的 我會覺得這很奇怪吧 就是這應該不是任何人可以接受的 就不投降應該是一個普世價值才對 怎麼會是我講出這種東西 竟然去操弄我是意識形態 然後我是怎麼樣怎麼樣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台灣不應該存在 就是繼續讓這樣的一個語言去蔓延下去 所以我會希望是說 大家就是越錯越勇 繼續努力 我雖然說現在我認為實質上 比一般民眾 尤其當有一批人是被柯文的這樣操弄的一群人 或說國民黨這樣一群人 確實有一群人他們會 他們第一個他們可能不認同台灣 然後第二個可能他們覺得投降這樣也還好 就是反正就是能夠生活就好 但是我還是相信就是 年輕人 雖然短時間可能沒有辦法直接的去認同到說 台灣其實要最後其實是要 建國變成一個國家的 我覺得現在年輕人還沒有辦法直接意識到這件事情 但是我會覺得在這個不斷 比方說我們在不斷的去強調 不斷的去提醒大家 就是中國現在一個對我們的一個侵蝕 以及對民主自由的壓迫 以及甚至他對其他族群 他們自己國內族群的壓迫的過程之中 我覺得最後最終的那個目標 大家還是會走向就是台灣要建國 最後是變一個獨立 就真的是一個獨 不再跟中國有瓜葛這樣的一個國家 我覺得最終的目標一定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就是要長期鋼戰 這個過程之中就是不斷不斷的大大小小的戰爭 不管是心理戰、輿論戰、媒體戰 都是戰爭 那我們就是一起來好好的努力 所以感謝各位前輩 謝謝大家 我會繼續努力 謝謝 請問林議員你那個簽了 那個不投降成功是簽了 現在基進黨跟那個時代力量所有簽 還沒簽 另外我就是 基進黨有簽 基進黨簽了嘛 基進黨有簽 對 那時代力量還不知道 那另外民進黨不曉得簽了沒有不知道 民進黨是有一群人有簽 就是趙天靈委員帶領的那一群 我建議說你們也搞一個 用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聯署 用台灣的名義 不要再用什麼中華民國 因為他們到美國紐約去 大家都是主張用台灣加入聯合國嘛 現在希望說你如果發動這個的話 是比這個不投降承諾書更進一步 對啊 謝謝 我覺得每一次都是一次的戰爭 然後慢慢的 我覺得像這一次的不投降承諾書 算是一個開始 因為我們感受到中國軍演 那個時間那麼長 然後對外一直亂放話 什麼什麼這樣 然後要壓迫我們台灣人 所以這個我覺得算是一個開頭 對很多人來說 大家開始 因為一開始我講這個議題 其實很多年輕人還想說 到底是要簽什麼 搞不太清楚 什麼東西 對 但是我從這個衝突的過程中 就漸漸越來越多人關心 或者是包含我質詢完之後 其實要加入那個黑熊學院的 女生還比較多耶 因為 其實因為我是女生嘛 所以我對於這種事情 我就會覺得說 女生也要一起來了解 其實要學習相關的技能 所以到最後我們就會發現 開始響應的人 開始有漸漸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以及開始有很多的女生 那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我希望是慢慢的漸進式的 我覺得我不會把時間 只放在今年 就是去處理這件事情 就是他應該是持續一直下去的 所以 之後就是 只要是我找到機會 都會去處理 慢慢的把最後的目標 要去完成這樣子 所以我想 可能也許各位前輩 因為各位前輩一定都是 在我很小的時候 就開始做這些事情 所以 非常 非常 沒有錯 對啊我會感受到 那請教一下 因為那個是消極的不投降 我們要積極的用台灣 民意加入國際指資 這個更積極 好 好 今天的節目 就是告家委記 童醫師加油 林寧夢思議員加油 希望你們高票當選 謝謝 好 好 感謝 各位前輩拜拜 我們大家繼續注意 謝謝 希望我們下一次再進來講話 拜拜 拜拜 拜拜